发生在湖南张家界的重大车祸造成了台湾人三死十一伤 目前伤患分别被安置在常德的两家医院 其中没心一家人七口人开心出游 却造成一死一重伤的惨剧 伤者目前是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呢其他的轻伤者一谈到当时车祸发生的情形都说吓呆了 由于车子是往右侧翻的 因此台湾籍的领队被压在车子底下 几乎是没有办法救援 请看中视记者来自湖南常德的报道 伸手推开摄影镜头低调不愿受访 这次车祸中伤亡最惨重的梅姓一家 总共七个人中有四个人是兄弟姐妹 65岁具有台美双重国籍的梅雪娟不幸罹难 重伤骨折的梅陈秀兰55岁 一家三口被安置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同样不接受采访 常德市的第二人民医院收治了八位台湾伤患 虽然伤势都比较轻微 但是谈起事发当时仍旧鱼记犹存 看到就吓就吓呆了 很糟啊就很害怕了 我就抓住啊 抓住就是吓一下了 一下子就翻了嘛 那你也来不及说怎样啊 那很快啊 63岁的张宗明带着老婆想趁着退休生活 一堵张家界美景 没想到遭遇劫难 索性她只有轻微擦伤 老婆的腰部缝了15针 左眼美股总起包扎纱布神情虚弱 36岁梁永杰则诗汉女友出游 她说当时下大雨视线不佳 加上路面不平 前面的小轿车打滑 让他们乘坐的巴士司机措手不及 然后我们司机也 也看到 然后就大家一声就 也是打滑 然后我们就 撞上户 然后花心阵子就倒下去了 没办法救 因为她整个一半的身体 都压在车子底下 没办法救 车子行进至长章高速公路 110公里处侧翻至偏颇 罹难的台湾级领队 西安琪坐在巴士右方第一排 由于车子是往右翻 她整个人被压在车下 目前西安琪的丈夫 已经抵达常德的殡仪馆 情绪相当低落 而相关的单位 也正在商讨有关的赔偿事宜 周日新闻 于一温有德 湖南常德采访报道 您可能会有这种赔偿事宜 如果您rian怖人 您可能会有这些赔偿事宜